考验 三新闻 压寿金 张一红 还没报道 这个时候又传出来马总统的车队怎么非常的扰民 到底是不是皇帝出巡呢 马总统前天行进的是国道的一号中立路段 整个车队被民众指控呢 前岛的警车强力驱赶正在高速公路上其他的用车 那么这个国道高速公路警察局说 当时是因为有车祸 所以呢 才会要请大家靠右行驶 不是在驱赶啦 但是民众感受为什么跟官方讲法差 这么多 21号上午才刚结束新竹艺民文化季的活动 总统马英九随即驱车赶往台北三峡 行进国道一号杨梅段却发生前岛车驱赶民众车辆 还广播要前方车辆向右变换车道的事件 如此扰民让绿立委骂翻了 这就是苦民所苦吗 只要你马皇出巡 所有的人都要受到你的骚扰 这就是最可恶的地方 马英九你要先来勒马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不要侵犯到百姓的权利 马总统前岛车扰民不是头一遭 去年10月25日 马总统到宜兰普选 自强号列车为了让总统车队快速通行 还事先停号造成误点 11月28日中山高南侃路段塞车 总统车队却一路广播 猛吹快车道民众让路都引发争议 只对于21号的前岛车扰民事件 国道公路警察局也有话要说 国道公路警察局澄清 当时广播是为了协助民众避开事故车道 所以在马总统行程不敢的情况下 前岛车还广播扰民 多少还是影响社会观感 三地新闻 欧边陶启龙 拍北报道